在贵州省尊义市童子县黄连乡上罗谢村妙音小学 一大早,陈德敏和他组织的00后志愿服务队就来到校园内 给这里的46名苗族孩子当起了暑期家长 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暑假 上罗谢村是尊义市童子县的一个苗族村落 而今年刚刚高三毕业的陈德敏是上罗谢村土生土长的苗渣人 地主大山深处,这里曾经基础设施落后 村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下 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陈德敏说,在他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才让他能顺利进行了高考 于是,他有了想要帮助孩子们的想法 当时就想的是他们来帮助我们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感恩他们嘛 然后就想呢,就在这边帮助这些小学生 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嘛 就是进去有最大的力量 然后去帮助该帮助的人 今年高考刚结束 陈德敏就组织了村里八位朋友 开始将想法付诸一实践 通过住村工作人员的牵线搭桥 以及志愿小团队的挨家挨户去宣传 很快,这个平均年龄只有15岁的 00后联新志愿服务队达成一致 在今年7月初成立 包括陈德敏在内的9名志愿者 服务妙音小学的46名学生 你们想不想看起你们跳舞 想 男嘉宾的脸想不想 想 好好好,把柱子玩两边一起跳舞 我们这个地方的条件限制嘛 导致很多网络不是很畅通 所以说有些家庭前期的网扩上面 没有得到及时的听扩 也通过他们来了之后的话 对这个学生落下的这些 就是扩程进行一个弥补 特别是在扩间 就是对学生进行一个 信息活动的这样一个参与 让学生能够过上一个快乐 开心的暑假 从7月24日开始 每天早上9点到中午1点 是要志愿者们在帮助孩子们 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难题的同时 也加入声乐、舞蹈和各类小游戏 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在陈德敏看来 通过各类活动和孩子们 建立小伙伴关系后 才能真正当好这个暑期家长 开始的时候过来这边 每个小学生 他们的基础、能力都不一样 他们的年级也不一样 我们就尽量地帮助他们的作业 辅导他们、疏导他们 然后有时候讲到一些题 有时候遇到一些地方 他们不太懂的 然后就跟他们说那些地方很美 可以去让他们出去找一下、看一下 长大后能成为一名教师 成为了团队9个志愿者的共同愿望 他们希望用在外学习到的知识 反哺家乡 我觉得当老师挺好的 因为可以跟很多的小学生一起打交道 因为感觉他们挺开心的 然后可以教他们学习之类的 我希望能够靠他们的知识 靠他们自己的学习能力 然后可以改变他们未来的生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